你知道全球歷史最悠久的皇室是在哪個國家嗎? 答案是日本! 日本的皇室,從出現到今天已經超過了2600年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為什麼現在面臨著存亡危機?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日本皇室吧! hiho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年的4月,日本宮內廳幫皇室開設的IG帳號 結果不到一個月就吸引了超過百萬人的追蹤 還超越了荷蘭丹麥皇室的粉絲數 日本皇室的高人氣可見一番 我們看到新聞時覺得蠻有趣的 在日本皇室超過2000年的歷史裡面 他們曾經被冷落、被架空 甚至一度面臨被廢除的關頭 但是日本皇室還是存續到了現在 成為了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皇室 也在一些日本人的心中 成為了大和民族重要的精神象徵 今天,我們就會來聊聊日本皇室、日本天皇是怎麼出現的 歷經了哪些轉變,現在又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呢? 不過,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 先讓我們進行的工商服務時間! 你的公司不知道怎麼管理客戶 或是接觸新客戶嗎? 別擔心,Odo 可以幫你一把! Odo 是一站式管理業務的全能軟體 他們有70個以上的模組 可以一條龍的服務 幫你從頭到尾管理訂單 像是他們的客戶關係模組 不只內建了郵件、筆記、會議安排功能 也可以自動分配客戶到你的團隊 另外,你也可以把客戶分類在不同的階段 讓主管一眼就能夠掌握進度 找到客戶之後 Odo 有銷售模組 只要點幾個按鈕 就能產生精美的報價單 同時系統會自動更改庫存 跟會計帳本,讓所有的資訊同步 而會計模組則會把交易資料 整理到帳本和報告中 節省你寶貴的時間 對Odo 有興趣的朋友 馬上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趕快去試試吧! 雖然很多國家都有皇室 但日本皇室很特別的一點在於 他們跟神話有強大的連結 根據傳說,很久很久以前 神道教的太陽神天照大神 將手中的三個神器交給了自己的子孫 並命令他降臨到人世間統治地面 被稱為是天孫降臨 而到了西元前660年 天孫後代成功統一的日本 於是他就成為了第一代的天皇 神武天皇 從那之後開啟了皇室2600多年的歷史 不過,以上這些是神話的部分 也有學者認為 初代的幾任天皇可能是虛構人物 也有學者認為 日本應該發生過王朝更替 原本的皇室被取代、政權轉移到不同家族手中 只是後代統治者為了強調統治的正當性 才聲稱天皇是萬事一系 繼承了神明的血脈一脈相傳到今天 那關於日本皇室出現的歷史 還有很多代理性的地方 但不管怎麼說 從很久以前開始 天皇在日本人的心中 就是神明在人間的代表 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的國民 需要無條件地擁護天皇 因為日本是神國 而天皇就是統治日本的神明 天皇神的身份 讓日本皇室不像其他國家動不動就被推翻 不過,雖然很少有政變 但皇室被架空的歷史,倒是也沒有少過 紀元1185年到1867年 在歷史上被稱為是幕府時期 在幕府之前的平安時代 由於皇室跟貴族互相鬥爭勾結 天皇的權力漸漸被削弱 反而是擁有兵權的幕府將軍 漸漸成為國家的權力核心 但是,以前的日本人認為 只有天皇的協同才能擔任一國之主 因此將軍們形勢上還是會效忠天皇 也需要天皇的授權才能做事 只不過,那個時候的天皇就像一個橡皮圖章 將軍要什麼就給什麼,沒有什麼話語權 大部分的時間 天皇都待在京都的皇宮裡面 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 而這樣的局面,直到19世紀才出現改變 1853年,美國軍艦抵達江湖灣要求開港 打破了日本常年來的鎖國政策 當時的幕府在沒有知會天皇的情況下 就跟美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而且事後又出現了一些對於天皇不敬的行為 這樣的狀況,也讓很多人對幕府感到不滿 要求把權力交還給天皇 後來,隨著外國勢力的金門踏戶 以及一系列的戰爭 大家對於幕府的不滿來到了高點 而在龐大的壓力下,幕府將軍得專慶行 將權力交還給天皇,只稱為大政奉還 而之後發生的日本內戰武城戰爭 更是進一步地剷除了幕府殘餘的勢力 開啟了全新的時代 而在明治天皇重新掌權成為日本實質的統治者之後 天皇或者說皇室 又進一步地變成了國民神聖不可侵犯的存在 為了趕上西方列強 明治天皇實施了一系列的西化改革 也就是以前都讀過的明治維新 而到了1889年,日本政府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 將國號正式地改為大日本帝國 憲法也規定只有萬事一系的天皇才能統治帝國 而天皇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存在 根據研究,1867年到1912年 天皇在日本人新增的地位進一步提升 主要是因為雖然日本採用了西方制度和西式教育 但同時他們也更強調擁護天皇的教育 舉例來說,政府訂定天皇紀念日,讓人民一起慶祝 也透過各種管道不斷宣傳忠君愛國的美德 只要你是日本人,忠於國家、忠於天皇 就是你的使命 而不只是日本,包含當時的殖民地台灣、朝鮮等等 也推動了黃明化運動 積極地透過思想教育,讓殖民地人民效忠於天皇 當時的日本軍隊甚至有所謂的萬歲衝鋒 像是在二戰時,日軍會將國旗綁在肩膀跟頭盔上面 一邊大喊著天皇陛下萬歲 一邊拿著刺刀或武士刀衝鋒進行自殺式攻擊 簡單來說,在那個時期 天皇成為了大日本帝國的核心 不過,隨著日本在二戰的潰敗 天皇的地位也出現了重大的轉折 1945年8月14日,隨著日軍大勢去昭和天皇 透過廣播宣布日本帝國投降 而在戰敗半年之後,天皇又發表人間宣言 表明自己並不是人世間的神,而是一位具有人性的普通人 這則宣言讓天皇正式地走下了神灘 而且天皇不但失去的神格,還一度差點濃為戰犯 二戰結束之後,日本國內外 都有人認為天皇要為這場戰爭負責 有人認為天皇應該要接受戰爭罪的審判 有人認為整個皇室都要被廢掉 不過,當時接手掌管日本的美國 考慮到天皇在日本人心中,還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為了避免社會大亂 他們決定不追溯天皇戰爭罪,讓皇室繼續運作 雖然天皇還是有公布憲法修正、召集國會等等的權責 但基本上只是走個流程而已 二戰後的天皇失去政治影響力,成為虛偽元首 而在二戰結束後的十幾年裡面 因為左派思想的崛起,日本又出現了許多反皇派的團體 用暴力手段要求廢除皇室 而面對權力縮減人民的不信任 戰後的日本皇室走到了必須要轉型的路口 在戰爭結束之後,皇室慢慢改掉以往威嚴、勾勾在上的傾向 逝者跟民眾拉近距離 其中一定要提到的,就是1989年即位的名人上皇 因為上皇開啟了平民流的時代 他最為人所知的這個事情 就是跟平民出生的美智子結婚 這是日本史上第一次有皇太子迎娶平民身份的女子 不僅打破了傳統,也讓皇室更有親和力 而且名人上皇也努力扭轉日本皇室的負面印象 他在位的時候,多次前往東南亞的二戰戰場 為各國的死難者祈禱 希望能化解日本和周邊國家過去的仇恨 另外,對於國內的公共事務 名人上皇也很熱衷 當他還是皇太子的時候 就跟父親多次前往各地參訪 集會之後,每年也會出席上百場活動 努力拉近跟民眾的關係 而當日本發生重大災難時 皇室也會第一時間幫忙 像是2011年的三一大地震 名人上皇就透過電視發表演說 希望給予日本國民重新站起來的力量 而皇室也前往第一線,仿視各地的災民 當時名人上皇還會跪坐在地上 面對面的慰問災民 而這樣的舉動,讓很多民眾深受感動 對皇室增加了很多好感 而在位的30年間 名人上皇大大提升了皇室的正面形象 現在繼任的德仁天皇 也希望延續父親的意志 繼續跟民眾談好關係 不過,從二戰到現在 日本皇室走入民間的過程中 其實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戰 隨著皇室周圍的美光燈越來越多 成員們或多或少都遭遇到一些困擾 據來說,德仁天皇的獨生女愛子公主 在求學階段疑似因為皇室成員的身份 遭到同學霸鈴 導致愛子公主不願上學 最後還是由她的媽媽雅子皇后 在教室後面坐鎮 才讓愛子慢慢地回到了校園 而且愛子的成長過程中 她的外貌也一直被部分惡劣的網友取笑 說她是最醜公主 一直把她跟另外一位皇室成員家子公主做比較 種種的壓力讓愛子一度出現厭食症 經過多年的調適才走出來 而不只愛子公主,身為德仁天皇的侄子 優仁親王在就讀小學時 也曾經傳出被同學冷暴力對待的新聞 除此之外 德仁天皇的侄女曾子公主 曾經因為跟平民男友的戀情曝光 成為了全日本的焦點 兩人宣布要結婚之後 就不斷地受到媒體騷擾 有人跑去挖南方的黑歷史 說她債務產生不夠格取走公主 但最終曾子公主還是選擇放下皇室身份 下嫁男友,移居美國 而這個決定也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長期的負面報導 跟被關注的壓力 讓真子公主出現了一些身心問題 據說,真子公主還因此罹患了PTSD 以上的幾個舉例指 皇室成員們曾經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除了這些困擾之外 日本皇室現在還有個大麻煩 那就是天皇可能要沒有繼承人了 根據皇室典範規定 只有男性成員可以繼承皇位 但尷尬的是 現在的男性成員實在太少了 德仁天皇的男性繼承者只有三個人 第一順位是天皇的弟弟文仁親王 第二是弟弟的兒子幽仁親王 第三則是天皇的叔叔鎮仁親王 但是文仁親王已經快要60歲了 鎮仁親王甚至快要90歲 年輕的繼承者只剩下目前17歲的幽仁親王而已 很多人擔心將皇室未來全部寄託在一個男孩身上 風險真的太大了 這也是為什麼一直有人呼籲應該要修改法律 讓女性也可以繼承皇位 他們提到歷史上面 日本其實就出現過女天皇的時代 甚至連神話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 因此女天皇並沒有違反日本的傳統 但是在過去這樣的倡議 總是受到保守派的強力反彈 還是有很多人認為 皇室的運作方式不應該輕易改變 反對日本出現女天皇 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傳承的壓力越來越大 現在日本民眾支持修法的比例也不斷增加 根據調查,已經有高達8成的民眾認同天皇角色無關男女性別 所以說不定在將來的某一天 我們也會有機會目睹女天皇的出現喔! 再說我們前面講到日本皇室主動放下身段 才開啟後來平民流的時代 但我們覺得在新媒體崛起、國民教育改變的今天 其實平民流是一定會發生、也必須要發生的現象 如果日本皇室還是像以前一樣 只出現在外交場合或是主持一些傳統儀式 那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失去神格的皇室,恐怕沒有什麼值得支持的理由 所以現在的皇室必須比以前更用力 才能獲得大家的認同 像是開設IG帳號這件事情 可能不只是很親民、很有趣 而是為了在這個時代擴大對年輕族群的影響力 畢竟大家願不願意擁護天皇、繳納稅金給皇室 也要看皇室給人的印象如何 有的人覺得皇室雖然不是神 但他們的品格、風範 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可以尊敬的對象 但也有人覺得皇室就是名人的一種而已 他們的穿搭可以帶動時尚 他們的八卦醜聞也可以是聊天的編角料 說到這裡,我們其實很好奇 日本的年輕人現在到底是怎麼樣看待皇室的存在? 他們認同皇室的存在嗎? 那如果你對於這方面的議題有想法 都歡迎在留言區一起拿出來討論喔! 那今天的最後,我們也想問問大家 假設你是日本人的話 你會怎麼樣看待日本皇室呢? A. 很自豪,自己的國家有皇室 傳統希望能保持下去 B. 覺得皇室沒有什麼功能 浪費納稅錢廢掉比較好 C. 沒什麼感覺,反正不影響我的生活 並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認識日本皇室!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日本的天皇,以及日本年號的冷知識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